好 开始了 现在奶奶的两只脚 起码可以放在瓶子的位置上面 慢慢可以压膝 陈老师再给我两只脚 老师你要不要先说一下 你刚刚压了调整了多久 10点半到 现在呢 快摔一点 是这个像奶奶的脚 后面的二头肌很紧 另外两条肌肉的韧带很紧 所以我们拉的时候不能用力 慢慢慢慢一点点 另外奶奶的髋关节本来是很紧 现在呢我可以弄下来 弄给你们看 现在已经松很多了 它的髋关节 你看 髋关节都可以动 左右可以这样旋转可以动 反而是拉得很紧 现在可以动 就表示髋关节已经松了 而且呢我会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它内旋态调的时候 我做这样子 让它外肘外肘大一点 拉开 知道吗 不拉开 这可以这样做 慢慢下 最重要的呢 衣服要反和精神在哪 精髓在哪里 就是 能够正位但是不能挤 你一定要慢慢的 奶奶知道 奶奶知道 我知道 我的袜子掉 奶奶知道自己的袜子掉了 来 你怎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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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 不要不要 带子 席子就好了 帮子就好了 好 来 把他绑 把他绑 脚要绑起来 把他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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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问一下 有时候我没有办法 把他绑起来 弄到那么松 脚尖没有对整齐的情况 可以再往下面做吗 嗯 这样最好 我们讲的就是预备工作 要做好 预备工作是很重要的 奶奶她是右脚长 右脚长脚 来 奶奶 要绑会痛吗 看你的表情 没有痛 不会痛 对 因为很多那个 患者他不会讲话 但是你要仔细观察他的 他的那个表情 不舒服的时候 会有很强烈的 不舒服的表情 而且 不会痛 不会痛 这最重要的 我们 通关节要松啊 一定要有耐性 尤其年纪比较大的 长者 或者那个 握边太久了 他整个肌肉 现在都 你就绑起来 所以你要松他的时候 要有点耐心 有耐性 好不好 慢慢慢慢一点点的松 尤其那个老人家 那些女性的老人家 她往往鼓足疏伤 很厉害 所以强力强达 容易造成什么 折断啊 尤其匡关节的折断啊 腹骨头的折断是很严重的 一般来讲 你 很多老人家 走路跌倒 或者坐椅子 没有坐好 很多人 老人家呢 因为那个体力差了 对于那个距离的 估计啊 对距离感 已经不太正确了 那明明觉得自己应该坐在 屁股会坐在那个椅子上 结果那还差一步 他就坐下去了 结果没有 屁股过去 坐下去了 往蚊上蚊 骨骨头的 断 断裂 或者什么 裂缝 就是 就是产生裂缝 这个对一个老人家讲 骨骨头的骨骨头断掉 在于你过去的医学统计 有上分之一的 在两年内的阶段 因为你长期臥病 他没办法活动 所以说 整个身体的肌肉都衰退 都怎么样 能够治好的那些人 以后呢 他生活品质不好 所以说那个老人家 那个骨骨头要照顾得很好 不要断裂啦 或者那个什么 骨骨头 好不好 这样录得到吗 录得到很好 这个我现在做压器呢 实际上 这个呢 实际上的骨盆 肌肉韧态 都一直长期臥病啊 那个犯者来讲 背部啊 都很僵硬 而且呢 因为气血血流不好 所以背部呢 会累积太多太多不好的 那个负能量障碍 我们今天压膝的时候呢 让他背慢慢松下来 从骨盆 从骨盆 开始 脖椎 胸椎 腰椎 胸椎 脖椎 都慢慢慢慢 会松下来 尤其呢 有很多人讲说 背部也很快 很大的肌肉 叫做什么 正帽肌 日本正帽肌 我们称之为 鞋方肌呢 很紧 从脖子 到你的骨盆下肌 都很紧 还有最重要的呢 你背后两条的竖肌肌啊 竖肌肌呢 就是让你支撑你的整个脊椎的 如果竖肌肌 它有的话 一边松 一边剪 你就会造成你的脊椎的侧弯啊 会拉了 会拉了 像这样子 如果这边剪的话 会拉着这样子 如果这边 刚才这样子 所以说 当我们把这脊椎两侧 竖肌肌呢 它松下来呢 它自然的会倒震 所以说 在以骨粮环呢 称之为 左右倒震 这很重要 因为我们身需要三震 第一个身左右要震 再来呢 身后要震 所以说 看我们脊椎的解剖图啦 它就是像个S一样 那就是人类呢 翅膀十万年前 从四肢脚走路到 直立走路的时候 最大的改变 就是让你脊椎变成S型 这种汽车不是有 那个什么 叫做 保隙 就是叫做 就像这么讲 哦 伸缩嘛 伸缩 那个叫 避震器 要避震器 对 有避震器 我们人体呢 结构 你看变成一个避震器 你看 骨头和骨头之间 有一个叫做 椎间盘 它呢 它就吸震 而且呢 它需要一个S型 就是避震器 那最重要呢 我们身体还有另外一个震 水平的震 所以说 你坐下的时候呢 屁股坐下的地方叫做什么 坐 坐骨要瓶 骨头要瓶 骨盆上瓶 鎖骨要瓶 鎖骨要瓶 很多人呢 不知道自己呢 那个 脊椎 有偏离 有側弯 就造成 他的什么 整个 他脸庞的变形 尤其呢 当你脊椎歪的时候 因为你的 脊椎呢 是支撑了什么 它清洗的时候呢 你的 脸颊 尤其呢 你的 我们这里一个 叫内臥关节 内臥关节 如果不在正位的时候 会产生很多问题 就是你的脸庞的病情 还有呢 你的齿裂呢 会 咬合就不正了 日本一个很出名的 那个咬合病的那个专家 西村雅兴 这位医生呢 他以前呢 做了很多很多的 齿裂角症的患者 但是呢 他一直 一个想不出来的原因呢 让那个患者 四五年之后呢 明明 咬着了很好的咬合面 四五年之后呢 跑掉 他以为是内臥关节的问题 但是内臥关节呢 那检查 是偏离的 但是原因上面不知道 有一次他在书店 看了那个一股疗 一股工人先生呢 输了之后 他恍然大悟 他说哦 原来 脊椎的 关曲呢 会造成 所谓的脸庞变形 脸庞变形呢 比较 更深一层 意义就是说 那脸额关节 还在正位 当然造成你的牙床 就是你下二牙床 跟上二牙床之间 咬合的不正 所以他也到了一股疗法 就在你中原的 日本中文部 去学这一套东西 那发现呢 他的患者 当他做了齿裂角症之后呢 还要教他什么 做一股疗法 所以说那种患者 就很少会犯 那个所谓的 那个 偏你这位 那另外呢 那个 很多女孩子 爱漂亮啊 眉毛啊 那画眉毛 我一个义武疗法的 不是义武疗法 他是做那个 瑜伽的老师 他来文字的 他跟我讲老师嘛 每次我画眉毛的时候 就拿一把齿 放在我的头上嘛 我才能够画那种眉毛 不然的话 不欢迎支持 你画点就是 眉毛一高一低的 而且呢 我们眼睛有一大一小 哦 我就告诉他 一股腰法 在我们书上面 写得非常的清楚 当你的身体偏离的时候呢 你会造成你的眼睛的大小 眉骨的高低啊 而且鼻子歪曲啊 嘴巴弯啊 就偏你 像这样呢 如果你是一个LX 你的左眼会大 左边的眉毛会高 那个呢 你鼻子呢 会上 像什么 像右前指 嘴巴歪的 哦 所以 这是这一股疗法 就是说 上半部你会有 左脚长的象征 下半部呢 有一个叫做 右脚的特征 所以这个混合型 但RO也是一样的 上半部是 左脚长的 下半部是 左脚长的 所以说 很多人呢 经过调整之后呢 整个都会改变了 尤其呢 我们脑壳呢 后面 一个叫 人质缝 当你身体偏离的时候 人质缝就偏离掉了 所以应该已经讲到整个眉毛做法上拉 眉骨的像拉 眉骨的像拉 这个就是为什么造成 所谓的脸庞的变形 就可以了 先在这一道 谢谢大家